不过讲到AI那么可能会让财富的排行榜重新洗牌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美国财经杂志复笔室 公布了最新2024年台湾50大富豪排行榜 广达集团创办人林百里 挟着全球AI人工智慧的热潮 身价也水涨船高 以117亿美元登上了台湾首富宝座 集下了去年首富富邦集团的蔡明忠蔡明星兄弟 有专家就分析了这个富豪排行榜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当代的流行产业的趋势 AI时代的到来也会造成富豪排行榜大洗牌 传统产业的名次可能会因此往后退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30号晚间 参加黄仁勋宴请的餐会 台湾科技业大佬齐聚一堂画面难得 而美国财经杂志复笔室公布2024年台湾50大富豪排行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登上台湾首富宝座 让排行榜出现大风吹 从这个过去一年以来的时间点里面 广达的股价从不到百元飙到快要到300块 展现出一个科技业往上扬升 然后传产业似乎是遇到比较大瓶颈 看看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从去年排名第九 资产净值56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 来到117亿美元涨幅居冠 而去年榜首富邦集团蔡明忠蔡明星兄弟 今年排名第二资产净值达到107亿美元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则以104亿美元的身价 成为台湾第三富豪 协业集团创办人张聪渊位居第四 国泰金红的蔡红图蔡正达则排名第五 这个国家的首富是谁 就是代表说当时代最流行的一个产业 那就告诉你是一个AI的时代 另外挟着AI浪潮身价水涨船高的徽达执行长黄仁勋 位居富比市全球富豪榜第20名 跃居华人首富 至于美超委执行长梁建厚 还有超委执行长苏兹锋也首度进榜 对此又专家分析这波AI浪潮还在持续发酵 这里有志黄明胜台北报导